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个地方那里常年发生着打雷弹神迹的事 这个村子居然还有人居住 这个村子叫做孔谷米拉尔多村 地理位置非常独特 位于南美洲最大的湖泊 马开拉波湖岸 在这里一年365天 有260天都会有闪电产生 每天闪电持续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 而平均每分钟约上百道闪电从天空划过 很多人为此感到很疑惑 为什么这么恐怖的村子还有人住呢 原来在这个村子里的闪电并不是一般的闪电 它非常的明亮 即使在几百米外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表示 在这里几乎无黑夜 因为闪电过亮而且是持续的 因此就算是在黑夜也是十分明亮 这种情况对当地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换句话说万一哪天没有了闪电 反而会有点不习惯 而引起这个村子发生闪电的就是马拉开波湖 而闪电的原因是由于该地区沼泽中的有机分解所释放的甲烷等电力气体堆积在云的上空形成的 尽管闪电的现象很壮观 但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多少游客 即便这里还没有发生过村民被雷劈到的惨案 每年的游客量不足2000人 而且大部分人都在晚上的时候打退堂鼓 因为害怕被雷劈 如今马拉开波湖的闪电已经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科学要呼吁委内瑞拉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要是通过的话 这里也将成为首个进入世界自然遗产的自然现象 对于这个全球最幸运的村子 美丽与危险并存着 大家心动吗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